爆米花 是活泼的 是有盼望的 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 爆出生命的色彩 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 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有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我是直星姐姐 你有没有好朋友 尤其是那种 曾经帮过你大忙 让你对他非常感激的 好朋友 通常你们的交情 一定很好 但有没有一些时刻 你的好朋友 做了某些事情 忽然间惹得你 大发脾气 甚至 两个人就绝交了呢 今天 巨人的秘密 一段时间 却伤请另外两个 非常强盛的部落 领袖的帮助 一个是铁路 一个是铁木针的干爹 四万大军 一天之内就殲灭了 整个密尔启部落 从此之后 草原上再也没有 密尔启部了 铁木针成功救回了 波尔铁 他当然非常感谢 脱干林勒 以及扎木盒 尤其 扎木盒 跟铁木针 差不多年纪 两个人 又都是 部落领袖 铁木针 看见扎木盒 就想起了 小时候 他们一块儿玩 刷的时光 那时 他们真的是 很要好的哥儿们 自从打败 密尔起步 铁木针跟扎木盒 就有了不完的天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搭建蒙古包的方式 一向都是以 部落领袖为中心 也就是说 酋长家的蒙古包 建起来之后 其他人 就会围绕在酋长家附近 纷纷搭起 自己家的蒙古包 既然铁木针 跟扎木盒 恢复交情 他们时不时 就会和对方 交流想法 自然把自己的蒙古包 搭得 离对方近一些 这样一来 两个部落的人 也都住得 好近好近 近的 就像同一个部落 扎木盒的部落 人多势众又有钱 而铁木针的部落 才刚成气候 他只有一小群侍卫队 还没能组成 什么样的军队 和平快乐的生活 一天天过去 这两个人 以及这两个部落之间 慢慢起了摩擦 听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 更远 但是 要怎么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 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哦 请听 巨人的秘密 击败密尔起步后 大家常常见到 铁木针 去扎木盒家串门子 或是扎木盒 来铁木针家串门子 他们俩常常坐在 同一个蒙古包里 彻夜畅台 聊他们小时候的事 聊他们成长的过程 聊他们心中的志向 聊草原上大大小小的 新闻时事 有时候 一聊就忘记了时间 他们会从太阳下山 一路聊到三晶半夜 接着聊到 天又亮了 他们才各自回去休息 草原上的人都知道 最强大的部落领袖 第一是脱干林乐 第二是扎木盒 而铁木针是 扎木盒的好朋友 平和的日子过了一年呗 有一天 天木针对他的妻子 柏尔天说 昨天晚上 扎木盒跟我说了一番话 我不大明白什么意思 他说 依着山扎营 有利于木马 依着水扎营 有利于木羊 然后就什么都没说了 聪明美丽的伯尔天 平时总是沉默寡言 他从不介入 铁木针 跟铁木针的朋友之间 所讨论的事 难得赵福来问他的意思 伯尔天想了一会儿 便说 扎木盒的部落 比我们富裕得多 木马的人 当然也比我们多 我们的部落比较穷困 牧羊的人比较多 所以 我想 扎木盒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和他的部落 应该要分开 不要结束扎营在一起了 铁木针 对于妻子伯尔天的分析 点头 表示同意 他们俩都有预感 扎木盒 故意没把话说清楚 肯定是心里 对铁木针 有些疙瘩 有些不快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 铁木针的部落 正在逐渐壮大 虽然还远远比不上 扎木盒的部落 但 扎木盒已经看出 铁木针的材质和胆势 几乎无人能出其用 迟早有一天 铁木针的部落 会抢他的部落 扎木盒 扎木盒从小就是孤儿 没爹没娘 是部落里的族人 轮着把他养大的 这样的背景 让扎木盒习惯靠着自己打天下 他不信任任何人 也不信任自己 虽然他和小时候的玩伴 铁木针 成逢 虽然他们两个看起来 交情非常好 扎木盒 还是忍不住 把铁木针 视为 竞争对手 当季节变坏 所有人都必须拔营 前往新的水草区时 铁木针和扎木盒 都没有知会对方 两个部落就悄悄地 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了 正当他们越走越远 越分越开 所有人都注意到 一件不寻常的事 扎木盒手下的一位大将 忽然带着自己的家人 转向了铁木针部落的队伍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这名大将身上 这名大将望向扎木盒 又望向铁木针 接着大声地说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只白色的大公牛 绕着扎木盒奔跑 跑着跑着 它撞上了自己应该要驮的那辆牛车 牛车被撞坏了 它的牛脚也断了一根 接着 我又看见铁木针身后 走出一只黄色的大公牛 大公牛 拖着一辆大棚车 稳定地跟着铁木针走 牛车就是有牧民族 拔银 搬家时所用的交通工具 就像我们现在的货车一样 牛车的速度比马车慢得多 但牛车可以驼 比马车更重的东西 这名大将一说出这个梦 大家就都明白 跟随铁木针 会比跟随扎木盒更加稳妥 一辆由牛所拉的棚车 不只是指一家人全部的家当 也可能指的是 整个蒙古民族所有人的未来 这名大将转而跟随铁木针 让铁木针的部落势气大增 可是扎木盒听说了这件事 可就大大不高兴了 铁木针和扎木盒分开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对方 直到两年后 发生了一场意外 有一天 一名侍卫 慌慌张张地跑来见铁木针 报告 我们的一个牧民 跟别的部落的一个牧民 起了冲突 两个人打了起来 不料 我们的牧民 杀死了对方的牧民 那个人 是扎木盒的弟弟 过去这两年 铁木针的部落不断壮大 越来越多人 从各个部落转来投靠铁木针 也为铁木针效力 铁木针一听见这场意外 立刻下令 战争要开打了 也就只有三万人呢 怎么能够应对三万名大军呢 知心姐姐下个礼拜再告诉你 铁木针使出了什么样的绝招 铁木针跟扎木盒 两个好朋友 就这样决裂了 是不是让人感到遗憾呢 愿天父爸爸牵引我们 都住在他的爱里 满有安全感 懂得做别人的好朋友 祝福别人 而不随随便便 把朋友当成敌人哦 爆米花 我们下一回 空中再会了 拜拜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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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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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他归下 天使向他归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